許多朋友準備安排活動 這天氣狀況來說 東部地區的朋友就會發現到 到了今天下午以後開始 有局部的短暫雨出現了 最主要南邊有低壓 正要通過巴士海峽 不過降雨的狀況 沒有上個禮拜那麼多的雨 因為整個風場跟環境場來說 跟上週是截然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來仔細的分析一下 告訴大家 6日出遊去要注意什麼了 第一個 往山上走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就是在於說 東部地區的山區要背雨距 因為最重要就在於說 水氣進來包含了東北角 宜蘭 花蓮 台東 山區都容易有霧 有降雨的狀況出現 要背著雨距 但是西半部地區 是多雲時勤的天氣 所以在西部地區的陽光會出來 但到了下午以後 水氣有時候從山上頂上越過去之後 會使得在西半部地區 到了下午的山區 就容易有一些霧的狀況 所以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東部地區被雨距 西半部地區有時候霧起來 其實你就在雲中 所以雲中裡面 你就這就叫霧了 所以在霧中的時候行走 能見度差要特別的注意 往海邊走 風浪的部分都偏大 明天都開始轉為大浪 所以在風浪的部分來說 近海活動 海上作業都要小心 到了禮拜天 東北季風的增強之下 風浪仍然維持在大浪 所以禮拜天的時候的風浪來說 仍然從北到南海域的風浪偏大 相對的 海邊的陣風也偏強 海邊城鎮 騎車要注意 往北走 三個地方會下雨 台北包含了新北 基隆 還有宜蘭 這三個地方 還有包含北花蓮 有雨 這三個地方 你在旅遊活動來說的話 靠近台北東邊部分 到東北角 基隆這邊的降雨狀況 感覺起來多一些 綿綿細雨 雨並不會太大 但是到了台北的西邊 越往西走 過了林口以南 基本上只有零星的 降雨的狀況出現 所以往北走 有雨 主要在台北的東邊部分 但是往西走 往南走的話 天氣晴 中午的高溫到達了31度 日夜溫差 非常地明顯 清晨在雲嘉南平原空曠地區 大概21 日夜溫差 可足足有10度之多 天氣形態來說到了禮拜天 東北風在禮拜天開始要下來了 溫度狀況在週日 北部又要再下降了 我們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雷達了 雷達上面呈現出來的水氣分布 最重要 風向現在吹著 偏著東北東風進來 有沒有注意到 海面上的水氣進來了 這包含了宜蘭有雨 台北東邊有雨 還有花蓮跟台東這邊有雨 最重要一點就是 現在水氣進入的時候 會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出現 你雨區行車 注意安全 雨量的部分可以注意到 目前的降雨狀況 主要在北部海岸線 跟包含東部的宜蘭地區 這邊的雨量大概都只有在 10毫米左右的降雨 所以降雨形態來說 在明天的時候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迎風面的關係 多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於南邊的熱帶擾動的系統了 目前這個熱低壓系統的中心位置 已經到達了旅宋島的東北方的近海了 正在逐漸穩定的 朝著溪的方向移動 可是你可以注意 整個雲系跟環流結構體來說 它有日夜變化 白天的時候 熱力作用之下 它的強度強一點 天黑以後開始 雲系發展又減弱 另外更重要的就在於 北方的冷高壓的封場了 北方是冷高壓在東移 冷空氣進來 這個系統在我們南邊的海面 是沒有機會發展的 所以天氣專潢來說 最主要就是它的水氣 在帶上來的過程當中 隨著偏著東北東風 帶到了東半部地區 所以東部地區會有雨 但是在西半部地區 都是屬於多雲實情的好天氣 這個系統走得還滿快的 現在每小時的速度 約在23公里的速度 朝著溪的方向移動 從潛視圖上可以注意到 在明天禮拜六的時候 它就逐漸的要通過了 這是禮拜六所在的位置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它的中心位置已經逐漸到達了 到達了香港南方的海面 接著就會往海南島方向移動 你有沒有注意到 開始偏南之後進入中南半島 對於這條路徑來說的話 以目前來看 它有機會發展成颱風的話 會是在香港南方 但是機率來說算偏低 因為最重要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將會由冷空氣開始灌進來 所以冷空氣在禮拜天 整個進入之後 相對的對於它的發展來說 也是比較不利的 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高緯度地區都是北方的冷高壓 而強的冷高壓 已經通過了黃河流域了 禮拜六的時候 它開始逐漸的要通過長江流域 星期天的時候 冷空氣就開始要進到 我們台灣的上空 所以更強的冷高壓要下來 不過這個冷高壓系統的強度來說 沒有上一波那麼強 所以溫度狀況來說 大概有3到4天左右 北部地區是偏涼 有點冷 最主要在台北的溫度狀況 到了禮拜天以後開始降到20度 禮拜一到禮拜二的時候 因為天氣轉型了 乾燥的冷空氣進來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二 低溫有機會在19度 接著到了週三 週四 溫度上升到20度 禮拜四白天 整個高壓冬移溫度再上升 你會問我說 再來更強冷空氣 目前看來大約在11月5號 6號左右 會有更強的冷空氣在下來 我們來看溫度了 現在注意到週六出遊去 往台北東邊走 有雨往台北西邊走都是好天氣 溫度形態來說還沒下降 因為最主要風向吹著東北東風 中部地區的日夜溫差 非常的明顯 中南部的朋友 在白天外出活動的時候 防曬 工作也不能少 紫外線還是偏強 南部地區有點雲層 不過到了下午以後增多 東半部的降雨 主要在北花蓮到宜蘭有雨 南花蓮到台東 只有零星的降雨狀況出現 外島地區來說 都還是屬於多雲時勤的好天氣 溫度狀況在白天舒適 早晚偏涼 未來一個禮拜我們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來說 只有零星的降雨在東部有 禮拜天以後開始乾燥空氣下來 接著都是一個穩定的好天氣 但早晚天氣偏了 外島地區都是天氣晴朗 小丁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東部旅遊 背雨去 西部地區 溫差大 找出晚歸騎車 保暖